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到青年朋友們這麼年輕 朝氣 有熱情 關懷社會 能夠獲得救國團的選拔 能夠作為青年楷模代表 這個實在是非常值得敬賀的意思 我把我自己在過去年輕的時候的一些 工作的一些想法我跟各位分享 如何去提高自己的未來競爭力 第一個方面在學識上 你就必須要不斷的充實自己 無論是在學校 或者是在工作中的學習 隨時保持能夠吸收新知識的狀態 因為知識會變成一個 未來社會的重要競爭力 所以當你的知識的充足之後 你就會有更有機會能夠表現 第二個部分 當知識充足之後 你就要熱心關懷社會的去參與每個活動 把你自己隨時準備在一個ready的狀態 也就是說你從各方面的表現 都要能夠比別人更用心地來做一件事情 來參與一個活動 就是說大家都會做一件事情 但是誰可以把這個事情做到最好 那就會在同才之間 就會有機會讓別人能夠發掘你 我相信各位今天能夠獲得這樣的一個 一個殊榮 表示各位的基本的這個 已經非常具備非常好的條件 那剩下的就是希望大家能夠有更積極的 更積極的心態去做每一件事情 再一次恭喜各位 也預祝各位的這個未來能夠順利 然後大家一起為台灣來努力 謝謝大家 謝謝